西班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? 这是今年加拿大的台湾文化节的对话主题。 我知道他们曾经同时出现两个世界的独裁者,知道谁吗? 毕卡索的格尔尼卡就是因为 西班牙的佛朗哥对一个不设防的小村庄进行残暴的轰击, 而开始动手会制这幅壁画, 用画笔位枪来抵抗独裁者不仁道的暴力行为。 当时被轰炸的巴斯克小镇在西班牙的民族性非常独特, 跟其他西班牙人很不一样。 西班牙今天的多元性跟加拿大跟台湾的多元价值有何相同? 有多少国家可以这么多元? 世界上真的有同文同种这回事吗? 台湾文化节,一个让我超越对台湾认识的艺术节。